原来甄嬛传中四大爷的凡不是演的 那天妃子特别的多 然后就嘀咋嘀咋咋 然后突然人群中就飘出一句话 这么多女人 真糟 对程建平来说 这些女人不是妃嫔 而是数不过来的鸭子 一屋子都是女的 就我一个男人 你就听那屋子里 一个女人是两百只鸭子 那个屋子里就巫术来回交错 在那说话 就我一个人坐在那 毕竟甄嬛传中 所有的事情的气氛 都是在两天时间内拍完的 可怕陈建平老是累坏了 按陈建平我们最爱吃饭说嘛 和我这几天光拍床上戏了 一会儿抬上了一个 你叫什么 演谁 一会儿又拍一个 你叫什么 演谁 你集中拍了吗 集中拍在床上 然后皇上就是跟我说 他说他就这么侧躺着 一会儿看着一个 一会儿 你看着一个 而且你记住的都是谁吗 我真的记不住太多了 拍了两天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 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样 对 就设计了 好像好辛苦 原来事情呢 不是众妃嫔 而是大胖菊才对 而平时陈建平在拍摄片场 不仅要被蔡少芬的港府折磨 我感觉我在拍一个香港电视 照演 劳命啊 奇怪啊 真的 拿着 你说普通啊 那你不要下谎 你拉拉拉 一收 请打开麦克风交流 生存在的 不可以是主持王 或者啥说 或者啥说 皇上 表情公式非剧 十个或十个 还要被非评们联合起来调侃 非常舒服的 这样 很雕 手感不错 我们俩真的 你们站在这儿吗 就是啊 我们都握夜线的 看着你们才是 真是的 我们太没有眼镜了 我已经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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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当年说不用说了 或许是一个人承受的太多 让四大爷身心俱疲 他也只好暗戳戳的吐槽回去 拍我们众飞 然后拍一场什么戏 然后拍完皇上就说了 你看 都是女人惹的祸 然后他想不到 我们一包女人 你扎扎扎就说 都是因为皇上 皇上就疯了 转身就走了 不过嫌取之余 陈建斌也享受着 后宫家里三千的快乐 比如说拍的时候还好 他们都得磕头啊什么 你还觉得 这还好 很享受 但一拍完 他们就同时开始说话 你知道吗 他们谈他们自己的那个东西 那个时候我坐在那 真的我觉得 真的很烦 你真的就是特别郁闷 你觉得什么这样 原来这就是皇上的烦恼 因为他的妃子 他可能几百个 他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认识 我只想说 他有些人可能就是 你也是咱们组的 那么比如说 当这些人都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也挺烦的 他没有可清土的对象 也难怪出了戏之后 陈建斌就公然吐槽 这些妃子们都不靠谱 甚至他还会调侃皇后的书法不好 既然在拍戏时又累又烦 但陈建斌也会担心 《甄嬛传》播出后 效果会比不上隔壁的新环珠格格 我跟那个导演孙晓龙 在现场还就特别担心呢 说我们这电视剧行不行 有没有人看 哦 还有这个 真的 我们当时就没有 就觉得因为旁边同时在拍那个 新的环珠格格 我们还过去看 然后我们俩一边看一边 互相鼓励说 绝对不能比他差 没想到这激励方式还真管用 《甄嬛传》已经开播 就因为全员演接在线 制作精良而成为了当年的大爆款 不过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还是郑小龙选爵士的 毒辣眼光 原来他们在《甄嬛传》开拍前 互换了角色 郑飞娘娘杨紫燕 原本要出演的是齐飞 最开始剧组找你演戏的时候 是叫你去扮演齐二飞 是这样吗 对的 当时制片人曹萍 见到杨紫燕的第一眼 就觉得她适合齐飞这个角色 而杨紫燕也按照流程试完妆 拍好了齐飞的定妆照 此时齐飞娘娘张亚蒙 也换上了原定角色 静飞的装扮 一开始演的是静飞 导演定的是静飞 然而当试完妆的两个妃子 站到一起后 导演郑小龙却怎么看怎么别扭 看到郑小龙奇怪的眼神 杨紫燕还以为 对方是要将自己淘汰掉 没想到是要换个角色演 而前二飞的人选 就成为了张亚蒙 在试完妆 试完戏之后 然后张亚龙导演就说 我给你改一下角色 是齐飞 不过对于导演的决定 张亚蒙却很纳闷 我也在纳闷 你说说他吗 我说我多美丸 长得 我就应该 那个静飞其实有点像 他其实处心积虑 但是他还不怎么得罪人 对对对 躲着的那种 然后齐飞就是一个 就是有点心眼 但是又是缺心眼的那种 就是 后来我也没问导演 虽然他没有直接向导演发问 但张亚蒙也不愿意承认 自己看起来像是缺心眼 然而其他工作人员 却告诉他 那个他们就告诉我说 张亚蒙导演的演读 一看你就是一个 又有点心眼 又缺心眼的那种 我说哦好吧 听到大家都这么讲 张亚蒙也接受了这个设定 而自从他出演了齐飞后 大家便都将他换作二飞 那个演完了之后 在那个什么 所有的人都看到我 就是哎 二飞来了 二飞来了 如果不是张亚蒙的演出 剧中也不会成就着经典的一幕 虽然齐飞看起来十分狠辣 但当时张亚蒙在拍摄时 却非常煎熬 哦在拍那个打孙丽那场戏的时候 真的是 而且那时候是冬天 冬天很冷的天啊 孙丽非常敬严 非常敬严 一直在跪着 因此张亚蒙不忍心对孙丽下手 他之后一开视线 才能置入角色状态 演那场戏的时候 真的是不忍心看到孙丽 你知道吗 孙丽他是那种柔柔弱弱的 甜甜的那种 就是我把他打出血了 然后他流着眼泪你知道吧 我就没法看他 然后呢我也没法扶他 我觉得我说孙丽 我真的是就是说 别扶你了 也别看你了 因为我如果看他 我演不出来那种狠的样子 如果说开始进入角色的时候 我真的会演到那种狠的 而静飞在拍摄过程中 也发生了一个意外 陈老师在望我的一推的时候 然后我穿的那个挖盆鞋 就没站稳 然后我就摔出去了 这一摔不要紧 杨子烟手上戴的护甲 直接伤到了他的手掌 摔倒的一刹那 我就 人是习惯性本能 叫ND 对 扶一下 突然觉得 手好像不行了 那个 铜的那个片 完全插我手里去了 然后当时 机器不能 当时不能ND嘛 都在演着 我就 还要哭着 看着慌张 然后我的手就抖着 然后就感觉那个鞋 为了不影响拍摄 他足足忍了几十分钟 我们那场戏拍摄挺长的 拍了大概有四十分钟 静飞这一举动实在太敬业 而除了选角有意外 甄嬛传中还有很多 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你绝对不知道 甄嬛传中还有这么多 细思极恐的小细节 华飞因为不能怀孕 而拼命吃酸黄瓜后 想起了自己那个 未曾面世的胎儿 最后他气冲冲的 去找端飞算账 称自己的孩子 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 虽然这件事是端飞背锅 但思考后才知道 原来四大也不是一开始 就想要打掉华飞的孩子 而是在等到知道孩子性别时 才忍痛个爱的 为了提防年耕摇 仗势欺人 四大也也是煞费苦心 只是可惜了年世兰那么爱他 而后来四大也派甄嬛 刺死云里时 之所以没有派人监听 他们的对话 也是早就想好了两种结果 如果甄嬛让云里喝下这杯酒 就证明了他是清白之身 如果甄嬛没舍得让云里喝 两人一起走出来的话 外面也有安排好的刺客刺杀云里 之后四大也也会不动声色的除掉甄嬛 可让四大也没想到的是 他们早已爱彼此 超过了爱自己 都愿意为对方而牺牲 不然云里不会主动喝下那杯酒 可这却是四大也没有预判到的结果 而在大结局前期 四大也临死之时扯的黄袋子 并不是用来注意起身的 而是为了留下自己枉死的证据 正所谓黄袋子断 君死有疑 然而对于他为什么没有扯断黄袋子 却存在很多争议 有观众认为四大也这是还爱着甄嬛 不忍心置他于死地 也有人觉得一定是甄嬛提前对黄袋子 做了手脚 这才使得四大也扯断 部分观众则感觉是四大也没有力气 将其扯断了 不过经过仔细分析后 会发现四大也没有扯断黄袋子 其实是对甄嬛的最后一次保护 要知道自从甄嬛从甘露寺回宫后 四大也就不再将他看作纯元的替身 甚至梦醒时分都在喊着黄袢的名字 说明此时的他已经发现自己早已爱甄嬛入骨 即便后来他躺在病榻上 得知是甄嬛背叛了自己后 在要扯断黄袋子的那一刻 四大也还是犹豫了 而他转动的眼珠 也说明是还在思考 如果真的下定决心去做 四大也的神态一定是瞪大双眼的 更何况最后四大也松手时 根本没有用力的感觉 如果他使劲拽了黄袋子 最后松手时 手部是一定会抖动的 如此看来是四大也放过了自己 也放过了甄嬛